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都居住着一个精灵 精灵都忠实地守护着这座博物馆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个精灵 居住在税收博物馆里 它有奇特的超能力 不仅能修补残缺的文物 更能穿越时空 带领我们探寻一些鲜为人师的税收故事 它就是税收小精灵 第十九集 夏秋两征 这就是杨贵妃自意的地方 没什么特别的嘛 你知道吗 杨贵妃是否死在马维坡 学术界现在还有争论呀 馆长 您可不开玩笑的 切听 杨贵妃死的第二年的夏天 一个月光朦胧的夜晚 几个神秘人突然出现在荒凉的马维坡上 他们悄悄挖开当年草草埋葬杨贵妃的坟墓 你猜 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只看到了一只香囊 根本就没有杨贵妃的遗体 馆长 您也学会编故事吓人了 你还记得白居易的长恨歌吗 其中有句是 马维坡下泥土中 不见欲言空死处 哇 真的呀 那杨贵妃究竟是 这在学术界也是个谜呀 哇 真的假的 去看看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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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老儿也不好当啊 马维坡 没错 就是这里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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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了 通通反了 皇上 阳国中谋反 被将士们杀了 贵妃也不宜供奉 请陛下 人痛割暗 将其正法 以绝后患 你 你们 恩 贵妃确实无罪 但杨国中已死 而贵妃仍在陛下身边 他们哪里会不担忧啊 请陛下仔细考虑一下 只要将士安 陛下也就安了 请陛下多加保重 且的确辜负国恩 死也不恨 玉环 江山美人 不可兼得呀 请皇上遵许臣妾 死前去佛堂祭拜 留臣妾个全世 圣上节哀 请准庐才送贵妃一程 可贵妃 可贪朕作用天下 却保护不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呐 陛下来生再见吧 别做傻事 贵妃 贵妃 握得真好 但所赚小钱于这乱世之中 恐怕难以辜负 贵妃娘娘 小兄弟 你认错人了 民女月儿 快跑啊 管家人来了 站住 你们要干什么 这位姑娘 你该交税了 官爷 民女一介若智女流 乱世飘零 无地无产 交什么税呀 恨不税 今天交灶火税 明天交饲养税 唱歌跳舞 还有歌舞税 这世道太难了 我说哪那么多废话 你们 一百一百 什么忙 你拿来吧 住手 放开他们 杨大人 这两个刁民拒不缴税 当街欺武妇虏 成何体统 还不退下 是 是 下的告知 多谢大人 原来的制度再也不变革 百姓们真是活不下去了 皇上 安史之乱虽然已平 但战乱之后 土地兼并 户口流亡 君田制 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原来以仁丁为主的租庸调制 是 应该变革了 爱卿所言极是 那如何变革呢 便为以土地和财产数量为基础的征收方式 才能保证税收的公平性 此言不虚 还请详细说来 是 把租庸调制和各项杂税合并于户税和地税之中 户税按户等高低征收 地税即按母征收谷物 朝廷因量出置入 也就是预算好开支 再确定负税总额 嗯 说下去 无论户税和地税 都分下秋两季征收 下税限六月纳币 秋税限十一月纳币 太好了 简单明了 户税地税下秋两征 那这个新税法 就叫它两税法 如何呀 皇上圣明 如今可好了 一年只收两次 也不是安人同了 田多的多收 田少的少收 是啊 也没有那些杂税了 看谁还敢乱收税 月儿姑娘 你知道吗 皇上颁布了新税法 以后你不用再那么辛苦地讨生活了 是吗 小兄弟 你说 新法还能带来像开元盛世那样的繁盛吗 这个 我不知道 但肯定比现在琉璃师所强得多 你看 这是什么 啊 荔枝 给你的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荔枝呀 谁不知道你耗这口呀 啊 啊 啊 月儿姑娘 你 如果可能 我还是更愿意梦回开元 死在那个繁华昌盛的年代 两税法 两税法 把混乱繁杂的税种归并为地税和户税 按照土地和财产多少 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 简化规范了税制 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 保证了国家收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到一会儿 管制作人籍 续声的维护 续声的维护 人籍人信 于婧itten 你自己报的 因为100万能不能发现 一人来重复扁了 一人来重复扁了 一人来重复扁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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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来重复扁的袁 明星与明彩心的清水 彼此的一个水 水温天下 水温地收回 天下滚烫家国情 水温地收回 水温天下 水温地收回 天下滚烫家国情 水温地收回 水温天下